詞曲 李宗盛 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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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韋忍 然後感謝剛剛你的intro 就是講到說 institutional design很重要 那我跟等一下Frank在討論的事情是 會來這個地方大家都會想到說 就是有公民參與社會嘛 其中一個大家常來討論的問題就是說 說我們的無論說是公共城市、公共採購、資訊採購 你用什麼樣的名字來講 反正就是我們今天是公民 或者說我們今天不是一個巨大的法然團體 我們想要參與公共建設 我們想要去改變說我們現在做的 無論說是資訊採購或其他採購案的結果 或者是規格的時候到底可以怎麼做 尤其是我們兩個討論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我們通常公民不會有一個常見的公司 大型法然團體的一個身份 要怎麼樣去符合政府的要求 那我的重點會先放在說 昨天其實有一個叫做 政府為什麼不用公共城市的一個重要的討論 在提到說政府其實在要去開案 會去收案的時候 它是有它的既定要求的 那這個要求很可能會常常會跟公民 希望政府做出有用的東西會衝突 那我的部分會講 可能可以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首先我們看到說資訊採購 跟開源寫說的時候常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先看它政府端 政府端其實它遇到了一個困境是 尤其因為現在在寫採購案 採購法那些東西 它都是根據比較傳統的事物去做設計的 那但是我們今天在資訊的在科技的東西 常常是新的 政府常常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麼 它沒辦法把自己的功能性需求開得很明確 那自然就不用講說就是技術性需求 然後可能它在要一個政策目標的時候 到底怎麼樣的社會反應是真正符合它的政策目標 它可能也沒有足夠的餘裕先去做研究 所以往往是一個政府端是一個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不清楚自己要什麼 但是卻必須開一個案子的情況之下 所以很多的坊間如果都關於討論到資訊採購的問題 可能跟這個東西有關 還有另外一個也有那個我們 近年約長期的這個參與前輩有提到就是 評審過程不夠透明的問題 那此外還有一些可能一般的公民不會注意到的就是 其實政府的單位一旦開案出去是要面對質詢的 那質詢通常不會是太理性的東西 那在這個設定媒體的時代 它在重複在轉發的過程當中 會變得更不理性 很容易會變成是整個大眾嚴重誤解 像之前某些法案就有這種情況 嚴重誤解之後呢 那這個建設計畫或者是法案的推動就停止了 最後就是大家all lose的情況 那開運設計團遇到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即使我們想要去參與公共的建設計畫 第一個事情是我們沒有去服務 第一個我們不是法人最明顯的狀況 然後還有一個大家都很懂的就是募資很困難 就像剛剛 所以逗你剛剛還講到說有 大家一起去要錢是重要的事情 那還有另外更麻煩的事情是 人才容易流動 這跟錢兩個東西是有關係的 當你的錢沒有非常的穩定 然後當你沒有一個穩定的組織的時候 你要把厲害的talent留下來其實是很困難 這兩個東西加成之後 就變成是你很難去跟公部門 以及跟整個例如說立法機關 或者是整個全民大眾去證明說 我們這個團隊 我們這個project是可以做成某些工具的 而且你們可以信任我們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信任問題 更大還有一個常見的事情是 這是我們之前 下面這個是 我們去年在做一個研究的時候 訪談了一些G0V的專案 很多專案都跟我們講說 G0V的習慣是就是用個體或個別小團隊 去解決既有的計畫 它是比較反應式的 它比較難去用總體的方式去看說 我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我就是question behind question 很難去問這個問題 所以你真正在講說 公民要怎麼去參與政府計畫的時候 你可以想成是社群團跟政府之端中間的信任問題 一邊政府端要的是一個可預期的可穩定的 通常我們會稱之為採購建議書 或者他是驗收的那些報告當中的那些明確的項目 而這些明確的項目甚至還必須要有 要符合公平交易法之類的一些法規要求 所以會變成它不能寫的太過於限定 如果你要叫限定的話 否則可能會產生一些公共性的爭議 此外它的結果必須是明確的 所以你比賽驗收的時候 才能夠說這個廠商符合幾%或者幾個項目 那為什麼要這樣的要求 是因為政府內部要能夠問責 因為政府內部是要去面對民主單位 然後此外還有一個 他製作這些東西開案的時候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體制內的機構 去直接做一個東西去衝擊其他部會 或者是既有的重要產業 甚至是傳產 即使無論那個傳產 它是不是跟上時代 造成巨大衝擊的這種事情 通常政府是很難直接做的 你要給它一個很強大的理由 這政府專家需要的需求 可是我們通常在右邊的社群端 甚至可能是全民都 我們要有可能是不同的東西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什麼 希望看到的是錢花下去有價值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可組合 就是不要每一個部會全部去 都去搞一個同樣的一個軟體 這很好笑 然後接下來是要能夠找到人延續 要能夠找到人維持 我們要是這樣的東西 起碼不是說是現在技術最前沿的那些產品 起碼也是可堪用的 還有大家還會注意到說 可能政府的App 或者是Unity很難用 可能在UIUS上面也要符合一些基本分數 我們身為民眾 我們要看的是右邊這個東西 我們不是很希望看到 就是我們不怕大量的時間在寫報告 可是政府很需要這樣的東西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是一個信任問題 而其實這個在國際間其實是有人在討論的 例如說像英國政府的那個 它整個數位服務的算是團隊 這個已經離開了 但是它是整個英國數位服務的 斷第一代 Pope他講說 其實這是三個不同的軸線之間的折衝 就是使用者需求 你得知道這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跟預期 這個東西做下去之後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第二個事情是政策意圖 你要提出明確的agenda 提出明確的價值訴求 第三個事情是做不做得出來 這包括什麼 你找不到talent 你錢夠不夠 然後你這是一年還是兩年 這東西你今天給一年的錢兩年才能做得出來 你這個計劃人情嗎 你在開案之間有沒有討論過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沒有討論的 沒有討論才造成說 最後做出來的可能錢花下去 不是全民真的錢花下去的東西 但是信任問題是非常困難的處理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討論的 我在研究的時候發現說 很可能大家可能會比我們更熟 如果有跟政府交手過的 應該可能會比我們更熟 畫面上有一些例子 這些都是乍看之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例如說你必須 在政府開規格之前就先有原型產品 而且不可以做這件綁標問題 這怎麼可能 或者說政府必須在開案之前 就先讓民間知道說 我一定會開這個案 我大概會開成什麼樣子 我需要你拿來怎麼樣的功能 造成怎麼樣的改變 可是又不能直接寫得完全KPI那個樣子 而且如果說討論下去 最後沒有結果 案子還是可能不開 這樣子要如何取得民間跟企業的信任 很困難 還有一個就是像外部專家跟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就是指說 會使用到這些無論說是軟硬體的人 他要在開案之前開始檢核那個專案 這不可能嘛 人家說這時間就是有問題的 可是這所有的問題 用科萬的角度來看 就是其實一台時光機就解決掉了 所以我們打到時光機啊 這是我們從一個工程師朋友那邊 學到一個概念 我們先想像這個東西成功了 我們就先想像說 我們的政府端 我們的公民社群端 我們的產業端 我們的厲害相關人端 我們的專家學者端 全部搭著 Doraemon時光機到了未來 然後已經討論好好了 知道說這會是要用怎麼樣的spec 完成怎麼樣的功能性目標 這個功能性目標是針對什麼樣的agenda 然後它是否符合國際間的相關標準 它的格式是否是能夠通用 它的原件是否是comparable 做完了之後 這東西可能做成了60分或70分吧 不太可能會更高 但是這樣就夠了 好 做成了我們再為了 我們解決時空悖論就好了 我們不要解決那個問題 什麼叫時空悖論 就這些人他是同樣 這個團隊裡面的成員 可是我們如何把它塞回去 在案子還沒發生之前 如何塞回去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們在去年就是有做一個研究案 想到的方法是這個樣子 簡單來說 我們如果能夠在 就跟前面講用grant之類的方式 如果我能夠在採購案之前 就有一個講助案 它是先提出agenda 先提出政策的目標 跟期待社會產生的改變 產業可能造成的改變 然後我們跟大家講說 大家來提 例如說 我們的talent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的時間 製作這樣的一個功能 需要多少的時間 它牽涉到哪一些的層面 哪一些的產業 預期可能造成的TA在哪裡 然後 可能的 造成的風險跟法規問題 可能有哪些 先把這些的利害相關者 跟Spec先放在 我們看到右邊這個圖的上面 用一個講助案的方式來做 然後就像一般的講助一樣 看有沒有人要做 大概會有每一個這樣的一個要求的集合 大概會有好幾個團隊一起來做 那就會先打出一個圓形 就是Prototype 這個Prototype大概不會是能用的 大概 但是可以讓我們先知道 在開採購案之前 先知道問題在哪裡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 先知道 這個我 假設採購案開下去 到底可不可能找得到適合的團隊 那一定這個時候有人會問了 有人會問說 這樣怎麼政治風險會下降 其實政治風險 這邊我蠻同意 就是唐鳳在PTSE 的幾篇的討論當中都提到說 有時候你就是越公開 政治風險其實是越低的 因為你分散了 所有政治風險會出現 都是因為說你已經公文弄下去 命令做下去之後 大家才發現不夠好 或者是有漏洞 這漏洞無論是法律上還是政治上 如果這漏洞出現在 這些命令出現之前 或者是之中 有更多人看到 其實風險是降低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整個開源科技社群 甚至是整個全民社群 所有的有興趣相關的人 一起都來檢核的時候 其實負責的那些官員跟部會 他們本身那幾個人 不用擔那麼大的風險 很簡單 想要來抹黑的人一定會抹黑 這我們絕對擋不住 可是當他今天要面對的是一大群人 跟面對三個或五個官員的時候 那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對 那以後有人問說 那你就是這麼早提開這個規格需求 那就會一大堆巨嬰跑出來嘛 就是開一堆不可能的 完成了 可以啊 那個前面是 這是有順序的 是先有人來開案跟討論spec之後 然後甚至有的人在做prototype 好 你到越後面才來提需求 你就是 大家都知道你是怎麼回事嗎 你去說服這些人 當然這整個的概念 設計的概念就是說 想辦法讓你需要 後面想要再額外追加 或者是想要去尋租的人 Rain seeking的人 他必須去面對越多的stakeholder 這樣的風險就會越小 當然這不表示說 這一定會成功 很有可能會失敗 但失敗的時候 大家越願意共同承擔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還有一些代解的問題 例如說法規 是否能夠完全的符合法 這個是需要進一步的討論的 還有說現在這個很明顯會需要一個 就是大家都能夠assess的一個載體 這載體必須有夠多限定的欄位 能夠大家能夠檢核 對 然後最後可能還要包括說 就是這樣的一個模型 必須獲得產業投入跟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其實就是 傳統政黨政治的支持 那大概是這樣 但是這可能可以成為一個 制度設立的prototype 那我會不會先到這邊 大家好我是Frank 那我接下來就介紹下半場 就是我們在公民如何hack 法人刑事與採購案的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它是一個去年的案子的一個很小的嘗試 好 那剛剛委員有提到就是 關於政府採購如何走向開圓社群 其實有點像是三個小小的我們的研究發現 第一個開圓生態的貢獻的價值很難在事前衡量 但很容易用事後來回溯性來看 第二個是開圓生態的分散性以及法規它的適用主體 我們應該要可以再更寬鬆 或是更加以討論然後來調和 那這裡面有兩個重要的就是政府採購法 以及電子採購作業辦法 那第三個就是算是我們這整個 驗證案的一個前提 就是我們用回溯性公共投資的評估與紀錄 作為政府採購的前置措施 那我今天主要這個POC案主要會focus在第二點 就是我們有沒有什麼方式讓開圓社群 然後因為我們這邊是做Web3的算是研究案 所以我們以Web3的組織形式 就是DAO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分散式自治組織的這個形式 來進入政府的採購流程 那這邊就是相關採購法律的一些規範 那重點就是我們目前其實有一個組織評證 叫做XCA Mixed Certificate Authority 那其實我們在註冊的時候 有一些各種團體社團法人啊 財團法人啊 以及更重要的是有一個叫D2的叫做其他組織與團體 那我們有點像是去hack這一條 然後讓DAO有沒有機會進入這個XCA的認證 那有了這個XCA認證 其實你就可以有資格去參與電子投標 那這整篇的目的其實就有點像是 簡潔來講就是這樣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XCA 組織與團體評證管理中心 那很快速的介紹XCA這張卡 那XCA這個評證卡其實 我相信多數人可能比較少知道 就是除了自然人評證工商評證 其實第三張GPA政府體系的公開經驗的這個基礎設施 那第三張評證卡就是這個XCA卡 那XCA主管的基礎是處理發展部 那它可以多數會發力給誰呢 就是目前最常用的是公司的學校 然後再來就是財團法人社團法人行政法人 然後以及有一個有待保留的就是開放給蠻多 其他組織或團體 那這其他組織與團體我們去查 其實很常見就是例如一些棒球隊啊 或是診所啊 這些尚未再進入到這廣泛的前面幾個大的分類裡面 那它就會歸類在這裡面 那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很trick的點 就是你要找到管這些組織的主管機關 它都分別的因就是因組織而異 所以我們就想說好那現在DAL到有沒有主管機關 所以我們就有點像是嘗試去假設今天 稅務部的某個司作為道德主管機關 有沒有機會通過這個流程 然後進入可以拿上申請電子採購的這個資格 那這個就是其他有關這個憑證 有了這個憑證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其實最主要的用途就是 除了衛福部的你可以繳就是電保啊之外 你還可以做就是電子採購的領標系統 那我們這個驗證案的目標就是 我們把它命名叫做Resilient Resilient就是RXCA 那我們預計就是以區塊鏈的智能合約 然後跟現有的XCA憑證 有機會做一個綁定 那它是有點像是兩套系統 原本的XCA實體卡它是PKI系統 那區塊鏈我們這邊找到了一個規範 或是定義DAO的國際標準 那通過這個標準 我們會有會領到一個Soulbound Token 有點像是我會在鏈上 在鏈上登記一個 我就是屬於到這個組織形式的證明 那我們另外一條線就是嘗試讓這兩條線 某種程度的綁定 就有點像是好這個綁定過後 你原本領到的這個靈魂代幣 它就會有一些屬性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去背後去查說 讓綁定的這個資格變現的是 有可能例如數位部的一個錢包來 官方錢包來證明 這就是整個POC案做的事情 所以還有幾個假設就是 今天數位部的民主王的司 作為剛剛我們說的出審的這個機構 那出審它到底要審什麼呢 這邊我們就去找到了一個叫做 ERC4824這個國際標準 它是統一訂定到需要有 例如你需要登記哪些東西 你才可以說自己是到 那用這樣的方式 你具有這個符合 ERC4824的標準 那我們就讓你可以當作申請 進入這個流程的到的前提 好那當然因為這些操作都是在Web3 你需要對區塊鏈具有一些基礎知識 然後以及我們在另外一個研究案有提到 好那這是在技術上可行 那生實在法規上可行嗎 我們就先假設整個這樣 你頭件進來有了主管機關 我們就先假設這整個申請流程都可以完成 那它最後的結果就是今天到 我會有在鏈上我有一個sopbound token 以及我在實體我會有一張實體卡片憑證 而且我可以再經由插卡 讓我鏈上的這個靈魂代幣 有機會有做一些變化 那這整個流程我大概整理成這樣 上面白色的框框就是現有的流程 就是第一個你要填紙本申請書 你要找到你的初審的主管機關 你甚至主管機關要蓋章這些都是書面喔 你都需要蓋章然後再送回初衛部副審 通過之後你就會拿到一張實體卡 那下面就是我們算是提出的鏈上的版本 今天你就是需要到國際DAO研究的組織 去一樣去填寫一樣去認可說 你作為符合他們剛剛提到4824的這個標準 那符合這個標準之後 你就會在鏈上會有一個註冊的signal 那我們在這個網頁前端去撈這個signal 然後把藉由書位部的錢包命成一個signal token 然後這邊就是你成功你就會領到兩個東西 那下一步這邊就是你可以選擇要或是選擇不要都可以 那就是你有這兩個東西 你就可以經由到這個新的另外一個頁面 插入你的實體卡 然後讓你的signal token有所變化 那作為是書位部認證了你的這個鏈上的身份 鏈上的組織身份 那這個POC案它沒有要等價就是鏈上的signal token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的效力跟傳統實體卡的效力 我們希望要做的事情是原有PKI體系 剛剛提到的這六大功能 有機會讓到就是分散式自治組織 不論是台灣的或是國際的 參與進台灣政府的PKI系統裡面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希望讓signal token 在鏈上的一些功能 有機會讓原本可以申請其他組織 或是剛剛提到可以申請XDA卡的 有機會藉由這個方式進入到websm的世界 那確實websm的世界 關於這邊的應用還沒有很完整 那不過其實剛剛在動力上一場提到 關於分配 關於這種大型組織分配 其實它更重要是去認證一個某種官方身份 或是某種官方認可的身份來避免女巫攻擊啊 其實就有類似這樣的嘗試 那最終我們驗證成果 其實就是有成功把這個網頁加出來 然後實體XDA卡讀卡的機制 也有成功的串接 那signal token attribute 也可以在認了這個XDA過程中會有改變 那我們就示範了政府單位認可分散式自治組織 作為其他團體的可能性 那講了這麼多 我自己的心得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這個技術其實有點前衛 然後其實有很多前置作業 有很多進入門檻 那也需要藉由不同的專案 兩方的專案來熟悉 那第二個就是 道本身有沒有這個申請的需求 那我們這邊假設是公民團體 或是公民科技團體可以用 除了例如跟基金會合作 跟協會合作 有沒有機會自己成立一個道 用這個方式更彈性的去參與 採購的這個流程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在撰寫這邊 不論是收幫token這邊 因為都是開源的 所以撰寫合約的部分 其實有相關蠻多資源 可是在撰寫PKA相關體系的API 雖然也有部分是開源 可是我們建議可能政府方可以讓公民團體更容易取得 好 那第四點就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即使所有事情都很順利 所有事情就是公民團體也成功成立了一個道 然後也成功的進入採購流程 可是我覺得它最終就是 進入到採購評選委員會的這個桌上 它是其中一個菜單 可是它仍然會被淘汰 因為有更大的背景 就是這個採購的機制 或是評選委員會的機制 那這一部分就不會是在這個POC案想解決的事情 不過關於這一個大機制的討論 我們在去年做的研究案裡面也有提到 所以剛剛一直提到研究案是什麼 就是我們去年研究了DID分散是身份 然後DAL分散是自治組織 然後回縮性公共投資 以及website作為某個大框架 然後我們都有分研究案以及驗證案 那這就是大概去年說 開拓這邊做的事情 那剛剛提到的兩本研究報告就是這邊 第一個就是討論整個採購 以及看人設計如何走向採購的 回縮性公共投資規劃建議書 那以及另外一本就是介紹DAL到底是什麼 然後以及DAL跟台灣政府的關系 那我這邊自己小小提一下 就是雖然我們作為乙方 我們要做的就是DAL在台灣如何可能 可是剛剛其實有提到另外一個路線就是 其實剛剛東尼也有提到就是 website的生態系其實已經有點猛烈 或是有自己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生態 那台灣政府有沒有機會開了這個跟DAL串接的過程 反而可以吸引這些國際社群DAL來參與 或是台灣政府作為某種另外一個方向的參與 那這邊就是其實沒有寫在報告書上 可是我們自己想要hack這件事情的一個小小的起因 好 那我介紹大概到這邊 我們來看一次的一段時間 我們去看一次的一段時間 感谢观看